在1974年,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就得了冠军 1980年,打赢了日本重炮手雷龙 接着连续三年,打败所有日本空手道高手 赢得全日本自由搏击冠军 中国五拳法武 被誉为空手道特性 错号 活回金融 不过很可惜,在1988年那场中日大赛 被我师父打断腿以后 就销声匿迹了 达叔告诉他,这次发起挑战的不是他 而这中国股权法第二代大弟子何金银 交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再次打败空手道 断水流接受了挑战 此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在西文发布会上,阿英被记者们嘲笑 是自杀式的挑战 而断水流更多恬不知耻地向媒体承认 他就是蒙面大侠 阿里在台下一脸崇拜地看着断水流 阿英简直被记得蹊跷流血 失去理智的阿英,忽然起身 放开那个女孩子 这句话,阿里感觉似曾相识 很快第一次死亡特训开始了 大陆知道,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练都不可能是断水流的队少 只能用心理战术打败他 于是在这一个月里 他们今天各种吃喝玩乐 果然这样的举动让断水流心生无疑 内心产生了一次忌惮 很快比赛的日子来了 阿里因为电梯故障 没了70比赛现场 只能靠收音机收听 很快比赛开始了 阿英正在擂台背过身去 只让断水流怀疑有诡计 他不敢冒人前进 就让阿英停过了第一回合 断水流意识到 对方在故意突厌时间 第二回合 断水流主动出击 只剩台下的达叔 把石头扔向空中 趁着断水流抬头 阿英果断出击 达叔在台下干扰 阿英趁机出手 就让阿英撑过了第二回合 断水流稳住心态 随着在最后一个回合KO阿英 旁边的助理真的不要大意 他每天早上都能看见阿英 在连高速行驶的货车里 荡来荡去 现在在连什么绝技 断水流觉得 对方依旧在装神弄鬼 很快第三回合开始了 断水流主动出击 阿英一个多闪跑到身后 在他身上缠来缠去 不论断水流如何换招 阿英都能锁住对方 这就是阿林苦练一个月的锁技 金蛇缠斩少 要求只有一个字 锁 断水流靠着绝对的力量 每次都能解开阿英的锁技 但架不住阿英的招数多 在最后断水流使出杀招时 铃声响起 阿英再次捡回一条命 虽然阿英输了 但好像生理者一样 在场上欢呼 此时阿丽也赶了过来 阿英上街招呼 说他被盾水流一脚踹飞 你这个垃圾 我三脚包的功夫来安算我 我参加那么多次比赛 没有一个对手可以站起来 我告诉你 你也不例外 你不要想逃跑 我一定要把你打死 你要去哪里啊 我打赢了你不恭喜我 早就你不要跟垃圾在一起 你打我 住手 你打赢就算了 还想取人性命 你是不是不把我 背了一手文台来放在眼里 中多门派高手 一拥而上 但都被断水流逐一即可 为了替天行道 阿英使路绝技 无敌风火轮 带来断水流 滚尽了抽奖用的幸运轮 最后成功击败了断水流 赢得女神